旋击项目重大突破 IDF唯一缺陷消失 台湾上空 一架C130H正在指定空域飞行 表面上看平平武器 实际上却暗藏旋击 在这架C130的机翼下 搭载了两具此前从未见过的吊舱 这不是什么新武器 而是来自一个近乎被遗忘的项目 旋击 这是中山科学研究院秘密研发多年 专门为IDF战机准备的电子战吊舱 IDF最大的短板终于要补齐了 只是旋击项目在2023年就出现问题 之后再无踪迹 为何两年后又死而复生 对于IDF来说 加装电子战吊舱有什么意义 性能又有多大的提升 有关吊舱的照片出现之后 因为涉及敏感信息 台湾高层没有对其进行评论 不过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 这架C130H挂载的电子战吊舱 就是为IDF战机准备的 早在2020年 台湾防务部门就编列了40亿新台币的预算 委托中山科学研究院 为IDF研发一款性能接近美制 ALQ-184的电子战吊舱 项目周期为4年 代号悬挤 最开始的时候 中山科学研究院信心满满 觉得这没一点难度 作为台湾最好的武器研发机构 在导弹航空电子等多个领域都有建树 涵盖了海陆空三军的需求 比如雄风天空天剑系列 IDF的航电与后续升级 还有雷霆2000云爆等 在技术领域 发动机雷达导引系统等 都已经玩得炉火春青 区区一个外挂式电子战吊舱 这不是有手就行 结果却翻车了 到2023年项目到期时 不仅没看到成品 反而传出因美国管制关键技术和组件出口 导致项目无法满足空军作战需求的消息 最终研发进度陷入停滞 旋举项目也下了不明 火力军一直以为 旋举项目已经悄无声息的失败 结果中山科学研究院 却突然放了一个大招 在C130的记忆下 冷不丁的出现实物测试 这点也证明了一件事 虽然旋举项目陷入停滞 但实际仍在秘密推进 那么一个两年前便销声匿迹的项目 为什么会突然复活 当初阻碍项目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又为何在C130H运输机上测试电子站吊舱 在此之前 旋举项目停止的主要原因就是技术限制 虽然中山科学研究院的技术储备也不少 但是在电子站系统的核心技术 比如数字射频储存器 高密度集成电路 核心算法等方面 还存在一定的技术瓶颈 特别是在电子站系统的微型化和集成方面 严重依赖美国 想要在三年内研发出来 需要技术研究 不过当时美国管制关键技术输出 研发技术受阻 结果就是项目停滞 吊舱的性能无法满足作战需求 现在有了实物测试 那就证明技术问题已经解决了 根据媒体报道 虽然项目初期受阻 但是之后有一家身份不明的美国公司介入 美台联合研制电子站吊舱 在这种情况下 选举项目能重获新生 火力运觉得很正常 至于为什么要在C130H上测试 只能说运输机是真好用 C130是一个稳定宽敞 且飞行成本相对较低的平台 机舱空间较大 可以容纳大量的测试仪器 数据记录设备 以及庶民工程师 在测试过程中 工程师们可以在空中 实时监控吊舱的各项参数 如电磁信号功率散热等 并进行及时调整 在空间狭小单人或双人驾驶的战机上 这是完全无法实现的 其次初始阶段的测试风险较高 将一个全新 未经充分验证的吊舱挂在战机上 进行高机动飞行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而C130飞行包线平稳 更适合进行基础的功能性和兼容性测试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C130也要使用这种吊舱 虽然听起来有点离谱 但的确可以这样做 在世界范围内 已经有位运输机 加装电子站吊舱的先例 用于提升其自卫能力 甚至执行电子支援任务 比如荷兰空军 就为他们的C130 加装一间电子站吊舱 所以也不排除台湾 要为C130H加装吊舱 不过说到底 选举项目是为IDF战机准备的 如果投入使用的话 IDF肯定是第一批装备 对于IDF来说 结果就是其最大的短板即将消失 重要性不亚于降生计划与降展计划 要理解选举项目的意义 必须要先了解IDF经过号 20世纪80年代 台湾整合岛内所有航空工业力量 在美国的技术协助下 自研战机 缠物就是IDF 不过受限于技术基础 IDF在设计上存在着先天不足 机体内部空间狭小 无法像F16或幻影2000那样 塞进一套完整的内置电子站系统 更难受的是 其配备了两台TFE1042发动机 推力严重不足 推力不足 这是IDF最广为人知的缺点 直接导致了坐线半径较短 制空时间不足 和载弹量受限等问题 IDF战机的最大载重量 只有4000公斤 根本不可能挂载对地武器 如果早期型号的IDF 要执行远程任务 必须牺牲武器挂载点 来加挂副邮箱 这一点有办法解决 后续升级为CD型号后 通过对邮箱进行修改 这个问题得到了改善 对于IDF战机来说 最致命的问题是 它在电子战能力上的完全空白 简单来说 现代空战早已经不是 单纯比拼机动和火力的空中拼磁刀 而是一场无形的电子战争 加装电子战吊舱后 能侦察识别干扰 甚至欺骗敌方的雷达和导弹 台湾空军的另外两款主力战机 F16与幻象2000 都有电子战能力 其中F16装备了经典的ALQ184电子战吊舱 最新的F16V有ALQ254 幻象2000则拥有整合度很高的内置电战系统 也有ASTAC吊舱 唯独IDF 从1992年服役至今 30多年的时间里 唯一的电子防护设备 就是一台基础的雷达告警器 这东西只能告诉你被锁定了 然后就没了下文 无法进行任何反制 说白了 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IDF在电子战场上几乎是裸奔状态 一旦面对具备强大电子战能力的对手 他就像一个蒙着眼睛的拳击手 只能被动挨打 生存能力堪忧 当然台湾空军也并非没有努力过 在本世纪初 他们启动了降生计划 以及后续的降展计划 对现役的IDF进行了大规模升级 升级后的CD型 换装了三具大型彩色多功能显示器 升级了任务电脑和飞控计算机 雷达也增加了扫描 同时追踪等新模式 升级后 可以挂载更多台湾自产的先进武器 如天剑2A 反辐射导弹和万剑 升级后的IDF 已具备挂载四枚天剑2型的能力 最显著的外观改变 是在机背增加了两具式型邮箱 有效扩大了作战半径 2017年12月 所有作战部队的IDF战机 完成性能提升 响展计划让IDF的航电和武器系统 跟上了实弹 使其从一架单纯的防御性截击机 变成了一款具备有限对地 对海打击能力的多用途战机 尽管有这些进步 但那个最根本最致命的短板 电子战能力的缺失 却始终未能解决 这使得IDF在面对 现代防空系统和先进战机时 生存能力堪忧 在这种背景下 选举项目应运而生 那么为IDF加装电子战吊舱 究竟有什么用 从纯粹的飞行性能角度看 这绝对是减分项 本就推力不足的IDF 夸伤这么一个又大又重的吊舱 必然会进一步恶化其飞行性能 挤占本就宝贵的武器和油料挂载空间 不过从作战的角度考虑 IDF挂载电子战吊舱 绝对没什么问题 反而更强 如果把现在战场看成一个人 大脑就是指挥中心 飞机 坦克 导弹之类的武器 就是拳头和大腿 卫星雷达等情报系统就是耳目 通信系统就是神经 实际作战时 耳目获得情报后传给大脑 大脑通过神经指挥拳头和大腿 你去给它脸上来一圈 再往命门踹一脚 让它了解一下什么是受贵的残忍 电子战就是围绕破坏对方神经 而进行的战争 神经瘫痪之后 敌方全身直接拉胯 在现代战争中 电子战已经很常见了 比如海湾战争 当时伊拉克使用的频率不变的定频电台 抗干扰能力和保密性能很差 美军很轻松地捕捉到了伊拉克的通信信号 然后使用EC-130H等大量电子战装备 对伊军的通信系统进行干扰 结果就是伊拉克的通信被迫中断 电台完全陷入瘫痪 指挥失灵处处被动挨打 俄罗斯打击车臣武装的杜达伊夫 玩的也是通信对抗 而且还狠话 为了追踪杜达伊夫 俄罗斯利用杜达伊夫打电话的电波频率 采取电子战手段将它弄死了 俄罗斯先是通过秘密渠道 获取杜达伊夫电话的电波频率 1276在车尘上空飞行 飞机上的侦察设备 就会根据预先知道的频率 测出其所在的位置 然后引导导弹进行攻击 于是在杜达伊夫一次长时间的通话中 两枚导弹从天而降将其击毙 感觉就像是现在的反复射导弹 看见雷达信号就给它来一发 除此之外 美军上将托马斯·穆勒曾预言 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获胜者必将是善于控制 运用电磁频谱的一方 而且在美军这边 电子战已经改名了 叫电磁战 电子战主指的是 无线电和雷达系统 强调电子设备层面的直接攻防 而电磁则是包括了 所有的电磁辐射 指的是电磁频谱内的战斗 美国国防部直接将电磁频谱 看作一个新的作战域 也就是继陆海空间 以及赛博空间之外的 第六个作战域 电磁频谱域内的所有敌对行动 就叫做电磁频谱战 在这方面 美军已经研究很多年了 比如舒特计划 还有美国海军主导研究的 下一代干扰机 听说有向敌方战场网络 注入恶意代码的能力 在空战中 挂载电子战吊舱 或具备电子战的战机 可以通过截获敌方雷达信号 并发射干扰信号 破坏敌方火控雷达的锁定能力 提高战机生存率 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下作战 也能保证自己的生存能力 战争不是飞行表演 生存永远是第一位 在现代高强度空战中 一架能比对手慢5% 但生存率能提高50%的战机 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加装电子战吊舱 正是台湾空军 在这种生存逻辑下的产物 这一选择 与台湾当前的战略 也就是不对称作战 和高存活战力一样 发展能够一小博大的不对称战力 其核心思想 不是追求在正面战场上击败对手 而是通过各种手段 提高自身在攻击下的生存能力 延缓和组织对方的进攻节奏 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这个战略框架下 电子战吊舱的下肢就凸显出来了 它的主要任务 不是帮助IDF去打赢空战 而是作为一个防御性的盾牌 在IDF执行特定任务时 为它提供最基本的电子自卫能力 只是从目前曝光的图片来看 这个吊舱看起来略大 真的适合IDF吗 从照片上看 该吊舱确实显得有些重 与美欧那些高度集成化 流线型的先进吊舱相比 台湾这款吊舱确实有点大有点粗 中山科学研究院的官员也坦称 测试的设备仍有改进的空间 这也没办法 该吊舱是基于一个改进的 275加伦副油箱外壳制造的 只能说 在吊舱内部结构的紧凑化设计 硬件小型化技术上 中山科学研究院遇到了困难 无奈之下 只能选择一个现成的 经过气动验证的副油箱外壳 作为毛配方 再把电子设备往里塞 对其进行精装修 这种做法的好处是 跳过复杂的气动外形设计和风动测试 大大缩短研发周期 降低风险和成本 但坏处也很明显 体积和重量都难以优化 这直接导致了一个尴尬的局面 之前台湾空军曾评估过 将现役的ARQ-184吊舱 整合到IDF上的可能性 最终就是因为其体积过大 无法在IDF狭小的基辅 中线挂载而放弃 现在自研的电子战吊舱 同样面临这个尺寸难题 就结果来看 台湾这是以牺牲部分 飞行性能为代价 换取了IDF 在战场上最稀缺的生存权 这标志着IDF这款服役 超过30年的战机 终于穿上了一件护身铠甲 虽然这件铠甲略显奔重 工艺也不够精良 但是有总比没有要好 后续也能继续进行升级 吊舱能否顺利通过测试 投入量产 并真正融入台湾空军的作战体系 还有待观察 但它的出现已经轻击地证明 IDF战机已经补齐了最大的端板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IDF战机 什么时候能用上电子战吊舱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点点关注 我是火力君 下期见 好的 各位观众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T恤 不仅超有态度 还堪称性价比之王 首先 它超级轻 拿在手上轻飘飘 穿上身更是零孵蛋 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 其次 灭料巨透气 就像会呼吸一样 就算在外面跑一天 也能保持干爽 彻底告别 粘密感 最关键的是 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 仅需很少的钱 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 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 闭着眼入都不亏 多买几件换着穿 也毫无压力 便接已经给你们上了 这种宝藏 替叙手慢无 赶紧去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宗盛